近期,威廉王子终于打破沉默,以一句质地有生的话打碎了所有的幻想,他不会出现在我的加冕礼上。 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直接砸向了曾经期望王室兄弟能够兵士前嫌的公众。 威廉的表态不仅明确拒绝了哈里王子参加未来的加冕仪式,也象征着英国王室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在过去的数年中,哈里与梅根的一系列离经叛道之举,早已让这对兄弟的关系千疮百孔。 而如今,威廉的这番话彻底宣告了他们之间的决裂,曾经的亲密无间,如今变成了形同陌路的冷漠,而这背后的故事远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复杂。 更深刻,威廉王子的这番言论如同点燃了舆论的导火索,迅速占据了英国各大报刊的头条,公众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威廉王子展现出了王者的果断与坚毅。 面对背叛毫不手软,也有人为哈里感到惋惜,觉得这个曾经备受喜爱的王子如今被排挤在王室之外,落得如此下场。 而王室内部的紧张关系,似乎随着这番言论达到了顶点,让外界对兄弟二人之间的最终走向充满了疑问与猜测。 哈里王子和梅根从王室出走后,他们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公开发声都引发了巨大的波澜,他们揭露了英国王室内的种种不堪,毫不掩饰对王室生活的厌恶与不满。 哈里不仅指责了媒体的侵扰,更是在公开采访中直言王室内部对其妻子的冷遇和歧视,这样的爆料让他与王室的关系急转直下。 虽然他们在美国过着远离王室的自由生活,但这些行为无疑在公众面前彻底撕裂了王室的形象,尤其是威廉王子,作为未来的英国国王。 他的使命不仅是维持王室的尊严,更要在纷乱中保持家族的稳定,而哈里一再公开家族矛盾,让威廉逐渐对这段兄弟情感到失望乃至愤怒。 但哈里与梅根的离开,仅仅是这场王室纷争的开始,自从二人搬到美国,远离英国王室的束缚后,他们的生活看似郁家独立,却也因此深陷舆论风暴的中心。 梅根与王室成员之间的不和,早已不是秘密,而他多次公开表达,对王室的不满更让这场纷争愈演愈烈,威廉对这一切显然早已失去耐心。 他清楚,如果继续容忍哈里和梅根的背叛行为,王室的形象将继续受到严重损害,因此,他决定不再像父亲查尔斯三世那样试图包容与调停,而是选择了彻底划清界限,白金汉宫的新闻办公室在这场兄弟争斗中显得异常沉默, 似乎是在刻意保持中立,而威廉与哈里的决裂早已无法掩盖,即使查尔斯三世再三努力修复父子关系, 威廉和哈里的对立却越发公开,查尔斯三世的健康问题让这位年迈的国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即便如此,他也试图在王室内部保持平衡。 不久前,王宫发布消息称查尔斯与卡米拉王后即将开启对澳大利亚和萨摩亚的访问,这一消息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外界对查尔斯健康状况的担忧, 但这无法改变王室内部的动荡局势,特别是在查尔斯年迈,威廉即将承袭王位的关键时刻,王室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 哈里与威廉的关系远非简单的兄弟不和,他背后是王室责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尖锐对立,威廉身为长子, 从小被灌输着未来继承王位的责任感,深知自己要承担起国家和王室的命运。 他不能容忍任何会削弱王室权威的人,哪怕那个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而哈里则不同,他一直渴望摆脱王室的束缚,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 在这一点上,哈里与梅根走到一起,仿佛是一种必然。 梅根不仅帮助哈里实现了这一目标,更加剧了他与王室之间的分歧。 梅根曾多次公开表态,自己绝不会参加威廉和凯特的加冕礼,甚至在查尔斯三世的加冕仪式上也缺席了。 他的这一态度早已表明,他与王室的关系不可能得到修复,梅根与哈里共同选择了公开批判王室的做法, 这不仅让他们与王室的关系彻底崩塌,也让他们的公众形象变得更加复杂的一方面, 他们赢得了部分支持者的同情,这些人认为哈里和梅根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王室的封闭和臣服。 另一方面,许多传统保守的英国民众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愤怒,认为他们背叛了家族,尤其是对威廉感到不公。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威廉与凯特一直以稳重,优雅的形象是人,他们代表着王室的传统语继承,向外界展现了一个团结,坚强的家族形象。 在公众眼中,威廉和凯特是一对相对无暇的王室夫妻,他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似乎是王室稳定和幸福的象征。 因此,当威廉王子公开宣布不希望哈里出现在自己的家冕礼上时,很多人认为他是在捍卫王室的尊严,而哈里和梅根的所作所为已经背离了这一切。 王室专家普遍认为,威廉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关键时刻表达如此强硬的立场,是为了确保未来王位的继承不会受到哈里和梅根的影响,哈里与梅根的离开。 标志着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不再仅仅是关于谁将做上王座,而是关于整个王室未来形象的塑造,威廉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向公众和王室内部表明,他不仅有能力继承王位,更有决心捍卫王室的核心价值观。 与此同时,有关哈里和梅根婚姻问题的传闻也甚嚣尘上,尽管他们在公众面前一直表现出恩爱有加的样子,但多方消息来源表明,两人的关系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稳固,尤其是哈里在离开王室后,似乎逐渐失去了部分公众的关注和支持, 而梅根的事业发展也并没有达到他期望的高度,面对生活和事业上的压力,这对曾经看似无比坚定的夫妻关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果哈里和梅根的关系真的走向破裂,外界猜测威廉与哈里的关系可能会因此有所缓和的毕竟。 梅根在这段兄弟关系中一直扮演着搅局者的角色,而一旦他退出舞台,兄弟之间或许还有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尽管这只是猜测, 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室内部的动态将继续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面对这些复杂而不可预测的局势,英国王室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威廉的加冕里虽然尚未确定具体时间,但他无疑将成为王室权力交接的重要时刻。 随着查尔斯三世逐渐年迈,王位的接替将是英国王室未来几年内的头等大事,而在此之前,威廉与哈里的关系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变化? 梅根是否会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这些问题都将继续影响着全球对英国王室的看法。 在威廉和哈里的这场兄弟战争中,公众、媒体乃至王室内部都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期待着下一步的动向。 这场分钟背后,是王室传统与现代自由观念的冲突,是家庭情感与国家责任的拉扯。 当一切尘埃落定时,谁能想到,这对曾经相互扶持的兄弟,竟然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此外,如果有人告诉你,曾经那个光鲜亮丽,经常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梅根·马克尔,如今已步入了令人感叹的中年,你会如何反应? 可能你会嗤之以鼻,心想谁没有变老的一天,但你会发现,梅根的衰老却带有一丝令人不安的复杂性。 是的,我们谈论的正是这位曾令无数人倾倒的美国女星,王室成员,她的衰老不仅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混血基因带来的独特现象。 而令人费解的是,相比她的竞争对手凯特王妃,梅根的情况显得更为严峻,近两天,梅根单独现身红毯,一袭醒目的红色长裙让她再次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你或许会以为,作为公众人物,梅根无论在事业上是否有所成就,依旧有机会站在聚光灯下,然而,这次的亮相并没有获得太多赞誉,反而引发了关于她外貌的广泛讨论。 不可否认,梅根向来在造型和妆容上表现不俗,她的时尚品位几乎无可挑剔,多次获得媒体和时尚界的肯定,她懂得如何穿衣打扮,如何在镜头前展现最佳状态,这在她作为演员时早已成为本能。 然而,这一次,观众们对她的关注却不再是她的时尚,而是她外貌上的显著变化。 自从梅根嫁入英国王室以来,关于她外貌的讨论从未停止,她的面孔曾被赞誉为抗老基因的杰作,尤其是在种族混血的背景下,她被认为拥有非裔与白人的优质基因结合。 能够在中年保持年轻的外貌,这种说法在过去或许有些道理,因为梅根的面部很少出现明显的皱纹,皮肤紧致光滑,然而,这个抗老神话随着她年满43岁,似乎开始显得有些站不住脚。 近期,媒体镜头下的梅根,另不少人大跌眼镜,她的手臂、胸口甚至脸上隐约可见一片片黑色斑点。 化妆虽然掩盖了大部分,但还是无法彻底遮住这些衰老的迹象,与大家的传统认知相悖,通常正宗的非裔肤色较深的人不容易出现明显的色斑,而梅根的情况却似乎说明了混血基因在衰老上的特殊性, 她的皮肤似乎更容易产生黑色素沉淀,斑点随年龄增长变得愈发明显,这样的外貌变化在公众的眼中带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但是有趣的是,凯特的衰老痕迹更多集中在眼周的细纹和整体的精神状态上,虽然她看起来比过去疲倦许多,但却没有像梅根那样的黑色素沉淀和斑点问题,这让人不禁感叹,这是否归因于她纯粹的白人基因呢? 或者说,凯特的基因在应对衰老时的表现,似乎比梅根更具优势,当然,这样的对比未免有些刻薄,但媒体总喜欢拿着两位王室女性一较高下,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对比被后折射出的社会对女性衰老的苛刻审视,当外界将目光放在她们的外貌变化上,是否也暗示了公众对于女性过于苛刻的期待?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